秋收时节 长院里的玉米 让江济生的心情特别好 老江流转乡亲们的180亩土地 开办了这个家庭农场 一家人没黑没白的忙活 今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 现在都是简介化 大约用简子 耿重 脚用瓶管 73岁的老父亲 种了一辈子地 在这之前的几十年 一直是在自家的鸡母承包田里打转转 平时就是一家老小五口人 试弄这180亩地 到了农忙季节 亲戚也来打下手 像比老江一家人的辛苦 黑龙江省青岗县的李鸿镇老汉 这田种的可就轻松多了 去年老李把家里的30多亩承包田 交给了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由设理来统一打理 按照土地合作社的章程 村民代理入股 设理其中经营 秋后统一算账 这样说下来 李鸿镇一家在土地上的收益 就超过了2万元 将土地交给合作社以后 老李还和其他土地入股的村民一样 被反聘到社里来帮忙 家庭农场 土地股份合作社 这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 把土地集中起来 适度规模经营 就是要解决分散的农户 干不了 干不好 干了不合算的问题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创新经营方式 它的规模上去了 首先规模效益有了 这样就使得一些地方重量合算了 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让一部分耕地 集中在有资金优势的种植大户手里 通过重新整合土地和劳动的资源 让农业产生规模效益 让农业真正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这成为人多地少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背景下 中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选择 那样农民 历史的主动性 有它的行为的积极性 解决谁会动力 还有谁愿意动力 就是要培育新型的职业能力 我们也有一批有文化 有技术 而且还能够会经营 这样一大批农民 来从事我们的农业生产 从事现代的农业生产 我强调三点 第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二点一定要注意咱们的标准 第三点质量一定要保证 听说没 上车 田鸿武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每回干活前 他喜欢站在地头听农机的隆隆声 他说这个声音他听不够 我一天就是一台机器 我就能种五百亩就高了 而现在我是三十九套 老田的这个合作社 是一家农机社会华服务组织 从种到收 谁家的农田需要机械作业 一个电话农机就会隆隆的开到田里 全是那个电脑操控 而且都是GPS 基本上不用严 老田的这些机械 大都飘洋过海来自美国 最大的一台 干一天活要喝一吨油 老田说 当年买这些设备 享受农机购置骨贴 60%的钱是国家给投的 他一定要帮周围的老百姓 把田种好 那我们跟你说 没有道理不把事做好 国家这么支持你呢 你说你代不 那就良心打打的坏了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推动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除了农机服务 还涉及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 物资供应等领域 发展服务组织 就是让那些土地 没有集中规模经营的农户 把田种得更轻松 土地股贫合作社 加上职业经理人 再加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三维一体呢 构成我们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 我们把它叫农业供应制 可能是能够有效地化解 我们所谓的弱者种地啊 差底种粮的 这样一个困居的 比较有效的方式 这种三维一体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 稳定了承包权 盘活了经营权 保证了农业生产能力 形成了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 多元经营 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马铃薯脱毒并不是一项新技术 然而在推行之前 一些主产区的产量 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有不长的 还有的干净处理苗肉疯就死的 在马铃薯种植区 技术人员正在对每一株鼠苗 做脱毒处理 脱去它通过五性繁殖 挤累了这些所有病毒 这个产量达到八九千年一亩地 高六千年了 仅脱毒技术这一项 每年就可以使我国的马铃薯 增产六千万吨 依靠科技的力量提高单产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功不可没 水稻专家袁隆平 正在湖南推行超级道 种三产四工程 也就是说通过优质品种 让三产地产出四产地的粮食 就是一千五百万亩产 在二零一六年两千万亩产地 就终身产生 这个完全毁失现了 就等于增加了五百万亩产地啊 这是我们自动化育苗育苗工厂 全部是自动化控制的 这样的现代化育苗基地 在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几乎每个县都有 在黑龙江省庆安县 所有的水稻都来自现代化的育苗中心 从吹牙到育苗到查阳 全程智能化 机械化 标准化 这是一台物联网观测设备 它可以通过感应器 获取田间的温湿度 PH值 风力风速 降雨量等信息 农业专家可以在调度室里 根据物联网回传数据 同时对多个田块进行汇诊 物联网技术 同样让养殖变得轻松便捷 农民甚至可以用手机 控制鱼塘的增养或喂食 然后进行登录 然后这气氧就可以操作了 比如说三号坛 我现在开始开 现在开始增养了 对 增养了 如果说我感觉到这个养风够了 关闭就可以了 它就关掉了 那你在多远的距离上能控制它 只要是我这个电话能打 甚至到国外 在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天津市武清区 我们可以看到 声波助长仪 水肥一体化 空间电厂 这类现代农业新技术 用在了蔬菜种植上 助推城市菜篮子工程 在这个蔬菜大棚里 竟然安上了彩灯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它发出的是特殊的光波 五光 缩短了作物的生长周期 能提前半个月到20天左右上市 科技化正在为农业增产提供动力 为农民增收提供源泉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加速器 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力 2004年的时候是46% 今年能达到56% 也就是说我们提高了10个百分点 李扬春是一家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与家庭农场和土地合作社不同 种植合作社是把多个种植大户组织在一起 从种子选择到田间管理 由合作社来统一负责 我们合作社和龙头企业进行合作 就是剩下稻米 李扬春所说的龙头企业 是当地最大的一家稻米加工厂 南陵自古就以水稻高产闻名 素有五湖米市南陵米仓之称 而这家企业包揽了全线六分之一的水稻加工份额 合作社我们现在直接订购 死定要这个品种的比 那个价格可能比市场也高一点 有龙头企业做后盾 合作社的水稻不用愁销路 有多少可以卖多少 李扬春的压力来自于合作社成员的期望 大家用他提供的品种信息和种植方法 究竟能不能增产 是对他这个社长的考验 做个机会做个机会 为了给社员一个公正的交代 李扬春专门请来专家 对水稻进行测产 我非常有信心 虽然最后结果没出来 但中午的经历来看 果子牧产应该是500公斤以上 然而从李扬春脸上 我们还是看出了几分紧张 市售牧产是575.3公斤 比较高的 两斤牧产到了1000公斤以上 我想我今天晚上都睡个好觉吧 劳力了这么一个季节 有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对我们的这个农民有个交代 李扬春告诉我们 自从和龙头企业坚守 他们就再也没有为稻谷的销售犯过仇 也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多种多收 同样不必为销售发愁的 还有黑龙江省青岗县的玉米种植户门 青岗县是全国产量大县 年产玉米32.7亿斤 有人算过一笔账 青岗县每年产的玉米 可以装满整整60个13林水库 但种植户却没有出现过卖南现象 关键得以于引进了几家大型企业 进行玉米深加工 产出了蛋白饲料 黑鸡饼 蛋白粉 玉米 这样农产品做到了吃干榨净 不仅本地的玉米全部消化 还吸引周边地区种植户前来销售 在加工上越做越长越做越大 这样附加值就高了 附加值高了 需要的原材料的价格也随着提高 农业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 引导生产 加快转化 销售服务等综合功能 它在农户与市场之间搭起桥梁 使农产品商品化之后提高附加值 在农民致富增收的道路上 发挥了火车头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 更多的专业合作社 则是在内部实现了种植 加工 储运和销售的一体化 通过规模生产 将过去布奇尔的传统项目 打造成引领社员致富的特色产业 在江西雾园 当地群众历来有 在房前屋后种一点菊花的习惯 但过去只限于招待客人 或自家人泡茶饮用 过去用木炭火 用那个竹子打打出来了那个烘 晚上你睡觉了以后 第二点出来又变黑了 近些年当地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带领农民发展黄菊产业 合作社培育和引进了新品种 组织社员在荒坡里都种上了黄菊 从这开始种下去的技术员 一直到采花 红花都有技术指导 合作社有自己的加工厂 从科研院所聘请专业人员技术指导 黄菊的品质和产量 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小农家庭经济所能比拟 好的黄菊我卖280多 一菊的我卖100块钱多 我们一目的最少也能拿个6000万块钱 同样 天津市武清区甜水铺村的萝卜 过去经常遭遇卖难 成立合作社后 甜水铺萝卜从品质到包装 都有了很大改观 口感特别脆特别甜 现在你别的萝卜你要几毛钱一斤 这个科研院现在销两块钱已经免得 截至目前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经超过100万家 农产品生产者牵手抱团面对市场 从零大碎锹走向产业化 在优惠购买农资 吸收两种养法 尤其是判断市场行情 掌握供求信息等方面 极大的增强了主动性 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强力助推期 这是农业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结合的产物 像过去的模式就是大家做完农产品以后 挑到集市上去卖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 鼠标轻轻一点就能够卖到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 它只要有台电脑 会简单的操作 会简单的上传图片 它就能解决销售问题 农产品电子商务 被称作农产品销售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它通过网络实现 从产品展示 查询 订购 到处运送货 电子支付的快捷服务 打破时空限制 扩大流通半径 以农业信心化为载体 推动了农产品的产供销一体化 目前我们国际政府层面的平台 我下意现价 八八五七 主要是检测农药 瘦药 添加剂 以及抗生素 这里是山东省安秋市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对从市场上提出来的一份样品 进行认真的检测 每一车进入我们盛大市场的原料 我们都要进行特效检测 随着农产品的极大丰富 餐桌上的安全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如何生产出放心安全的优质农产品 这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严肃课题 保证化肥农药的投入是安全的 定期的抽检 随时的跟踪 保证产中的安全 一头是农田 一头是市场 在销售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 使问题农产品可以责任倒查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语科奖 然后通这个跳行码踏寻机 进行走料 然后按一下这个农产品 跳行码踏寻 这样农产品的几位信息 在这个屏幕上就显示了 生产单位 联系人 地址 包括他的联系电话 他生产地块也在上面了 对 他还包括产线环境 无料食用 水料食用 以及其他一些农食活动 消费者用随身的手机 扫描条码 同样也可以查到这些信息 现代农业的规模种植 也为农产品 这种密集式的安全监管 带来便利 两亿多个农夫 实际上就是两亿多个生产精英质体 对他们的投入品的 使用的监管起来 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如果我们的精英规模能够上来 就是我们的精英质体 能够数量能够降下来 它本身会追求 更高质量的农产品 那么从国家监管的角度 恐怕这个监管成本也会降低 在安徽省吴湖市的水稻种植区 农户已经开始主动降低化肥的食用量 长期使用化肥量越来越大 年一导致农产品的品质下降 由于过量食用氮肥 会导致农产品硝酸盐超标 农户们近几年开始 种植子云英做氯肥 子云英含氮磷钾养分高 不仅不会与作物争夺肥力 还能改善土壤 赔肥地利 使化肥适用量降低20%到30% 从生态农业到绿色食品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农业现代化 也在为捍卫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而不懈努力 2014年 中国粮食生产达到了6.07亿吨 实现了11连增 生产技术先进 经营规模适度 市场竞争力强 生态环境可持续 这一个个鲜活典型 就是未来中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的缩影 从他们身上 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 美好前景 在中国搞国现代化 我认为本质的任务 主要的任务 是解决农业的 留下的农民 搞好留下的现代化 然后进工业 进城市的农民 他们怎么样能平等的 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通过四化的融合 其他三化的带动 让亿万农民 平等和参与现代化进城 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国家现代化 动力就很大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 辉煌篇章